这辈子,你注定是我的 云翼,你今天有空来见我,公司不忙吗 你和木槿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 为什么他如此恨你 真的,只是因为我们当初背叛了他吗 当然了,木槿一直都是嫉妒我 因为你最后选择了我,所以他要报复我 云翼,你可不能被他骗了 我刚才去找罗杰医生被拒绝了 但没料想木槿和他认识 所以你有什么事情瞒了我的话 就赶紧告诉我 不然你的腿就别想好了 云翼,你不相信我 你怎么可以不相信我呢 你的伤,我会再想办法 和你的婚事也会举行 你们公事集团我也会救 不过你最好没有什么事情骗了我 不然 我也有办法让你生不如死 真的吗 云翼,你真的会和我结婚吗 是的 我已经决定了 十天之后就举行婚礼 秦家和公家将正式联姻 所以在此期间 你最好乖一点 还有 为了更好地展开商业合作 秦氏集团将会全资入住你们公家 记得告诉你的父亲 这个时候秦家入住我们公家 那不就是趁人之危吗 明面上还是公事集团 背地离我们公家 却换成了你们秦家主导 我和你公语结婚 不过是做给外人看的 完全是为了秦氏集团和我的利益罢了 我真正认同的妻子人选 只有锦儿 从来都不是你 你好好休息吧 有空了我会再来看你 接下来就该是你荣荀了 别怪我不客气 你荣荀再厉害 也斗不够我堂堂秦门少主 现在是什么情况 低调隐忍多年的秦家 为什么对我们突然发难 我们已经有不少地盘 受到了他们的挑衅和重创 少爷 我刚刚得到轻隐卫传来的消息 秦门的行动 虽然暂时对我们造成了吸取影响 但他们这次行动 也暴露了隐藏多数的秦门少主 竟然就是他秦云一本人 原来是他 这就解释得通了 我现在就去现场 你马上把没有收穿的地方保护出来 不能让秦门肆意妄围下去 少爷 不如我去处理吧 您的身份特殊 一出事 容家怎么办 这种时候 我得亲自去 你就留在这里 替我把该断的尾巴断干净 跟踪我 胆子倒不行 那就看看谁更快 什么 竟然有两辆车 云特主 找我有什么事 你们少爷呢 少奶奶不好了 少爷在开车的时候被人暗算 出车后坠崖了 我们已经派人去找了 现在还没有找到 知道是谁干的吗 已经可以确定了 是秦门 秦门 你们给我等着 这家夜总会我还来过几次呢 没想到竟然是秦门总部 木木 你真的要凭了这里 没有人可以伤害我的男人 既然秦门伤了荣荀 就要付出代价 现在客人已经走光了 他们要关门了 动手吧 你去侧翼警戒 正面我一个人就够了 快 快联系赵爷 一发火箭弹可不够呢 是谁 是什么人的动手 秦云翼 你果然就是秦门的掌权人 荣荀的玉行肯定和你脱不了关系 秦云翼 今天给你个教训 记住了 门主你看就是那个人 门主那个人跑了追还是不追 先把总部的重要物品全部移出来 然后给我查 到底是谁 胆敢来调了我秦门的总部 山壁非常陡峭 而且不少阴暗潮湿的地方 已经长了青苔 如果我们要徒手攀爬下去 将会十分困难 这里再危险我也要下去 爬吧 荣荀你放心 万一你死了 我一定会让所有与这件事情有关的人 都给你尝你 少夫人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实在是不放心 必须亲自来看看 刚刚才从上面下来 少奶奶 你们该不会就是这样一路爬下来的吧 你们现在有查出什么吗 很遗憾 我们目前还没有少爷的消息 这里都是车子的废片 看来少爷可能是凶多吉少了 没有看到尸体就说明还有希望 我们找吧 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小剧者 好 燕姐 什么都看不到 用你的耳朵去听 用你的鼻子去闻 用心去感受 你 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说过 我告诉你 我对你一见钟情 你相信吗 不要走 丫头 我一定会找到你 这一次 你休想到 回去吧 FG 詞曲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